在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带领下市议会参访团一行人 包括市议会的职员 以及市议员张芳丽 联恩典 陈明健 洪森永 陈宜 郑文庭 张浩瀚 施伟政和张知豪 许瑞慈 陈均佐 以及陈宜芳等人 特地参加无视特有的五港记 感受五港记推广当地工业和文化的活动 这次来参加无视的游行 虽然它有一点像我们基隆的中元记 但是里面的内容还是有些不一样 我觉得他们这里的小朋友非常的热情 能够有这么多的小朋友一起动作 一起来为这个活动来献出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民后国际集团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指出 很感动能够参加无港记活动 也邀请无视的日本朋友 一起来参加今年的基隆中元记活动 感受台湾重要文化资产的魅力 深化双方城市交流 让两世的情谊更加火热 难得有这个机会来参加我们无视的港口节的游行 跟我们基隆的中元记非常的像 但是文化跟意义不同 我想我们两世都有非常多共通的一个相关的一些 包含港口军港 然后我们在相关的人口树 还有我们这个渔港等等的 我们有非常多共通的一个地方 可以彼此互相学习 那今天走了他们的游行非常感动 发现他们也是让沿街封街 然后非常多的小朋友来参与表演 然后他们才二十几万人口 可以诠释这么多人出来 我想这类似嘉年华会的感觉 我觉得很棒 然后代表这个城市的向心力 我们也可以来学习 然后彼此来做一些多的交流 让两世的友谊可以更好 然后在文化观光教育等等的一些 相关的经贸交流 我觉得都可以更频繁 基隆市和日本广岛无视是姐妹市 无视有着优良的港口 早期就发展海军工业 著名的大和号战舰就是在无视完成 1955年开始 无视借由办理大规模游行活动 蓄积复兴动力 也就是无港记 希望让更多人看见无视 到今天就成为无视最大的节庆活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拜拜